接下来呢 我们就继续看光的 光的一些物理现象 我们上一次是讲到 双峡峰的干涉 双峡峰的干涉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坡 从双峡峰里头出来的坡 双峡峰出来的坡 我画一个双峡峰 这个是批点 这个点光源 这不是点光 这是一个长条形的光源 这两个是同步 而且是完全同向 它传到批点 跟这个传到批点 它们的路径不一样 这路径是R1 这个路径是R2 从slit的当中 到那一点的 这个角度 我们算做theta 那这个就是 slit的宽度 好 我们画一个垂线 那么这个呢 就是delta R 叫光层 光层是等于 第一 第一 层上 sine theta 光层 我们上次讲过 如果光层 是坡长的 斩数倍 这个时候就是 这两个坡 到达P点的时候 它没有 它的向差等于零 delta等于零 或者是二拍 或者是四拍 或者零 零这个 M拍 就是零 或者是拍 或者是二拍 或者是三拍 四拍 就是M拍 那么这个时候 它是亮纹 这是 这个地方 完全 相长干涉 它就是一个 亮纹 如果这个差 是二分之一 颇长的 基数倍 二分之一 颇长的基数倍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的相差 相差 就是等于 相差就是等于 这个 二 就是 二分之一 颇长的基数倍 等等我看看 上一次有没有写错了 没有错 那么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着 它的这个 我们写到这里好了 上一次我有跟各位写过 上一次我有跟各位写过 它的这个 等于我们会用坡 把它倒出来 DELTA 等于 2MPI 用N也可以 M是0123 这是亮纹 亮纹 那么 因为DELTA 它是等于 2PI OVER LAMINA 乘DELTA R 它就等于 2PI OVER LAMINA D SIN THETA 那么我们可以从这里 就得到 DELTA R 等于 D SIN THETA 它是等于 颇长的整数倍 颇长的整数倍 OK 那么这是暗闻呢 暗闻就是 DELTA 对于 2M 加1的 2分之 PI 2M加1 PI 身上PI M M也是从0开始 所以它就是 0的话它就是PI 1的话它就是3PI 那么 我们可以算出来 它 DELTA R 等于 D SIN Z DELTA 要等于 M 加 二分之一 我们干脆写成这样好了 2M 加1 乘上 二分之 LAMINA OK 这个是暗闻 好 现在我们从 但是这个 这个好处就是说你很快知道 哪里是亮闻 哪里是暗闻 但是对于 这个亮闻它不是纯粹一条线 它是 这样子的 它是有一个宽度 最亮 然后慢慢变暗 慢慢变暗 变成最暗 它这个强度的变化是怎么样 完全 不知道 好 现在呢 我们 从这个 光 的项量 它的 Facial 来分析 比如说 从这里 传到这里的坡 这里传到那里的坡 我们假定它是 这个 原来 原来 单独传过去的时候 E1 等于E2 等于E0 E1 E2 就是 这个坡 这两个光源 单独传到 那个地方的时候 它的电场 是E0 是E0 OK 那么 它有时候会同向 有时候会这个 相位相同 有时候呢 相位相差一个多少度 那么就是说 它的相差 记得 这个相差 跟 路径差 有这个关系 我们 等一等 要用到 我们把它写出来 2Pi Lem 好 现在我们看 任何一个 P点 在P点 总电厂 EP 我们用这个向量来看 比如说 E1 是这个 就是E1 它大小是E0 这是 从上面这个Slead 到P点 下面这个Slead 到P点呢 这个 是E2 E2 E2 虽然说 E0也是一样大 但是 它跟它有一个 相差 因为有路径差 有路径差 它就有一个 相差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把这个 化成这样子 这是相差 OK 这是E2 这两个向量 到达P点以后 它就变成一个 核向量 就是这个 这个是E 这个是E 我们根据 我们写E1 我们写E1 这个角是Pi 减Delta 我们根据这个余旋定理 E1P的平方 等于 E0平方 我们先写E1好了 我们先写E1好了 好 E1一出 都是E0 我们这两个加起来 就是两倍的 E0平方 减掉两倍的 E0平方 这个变成FuCosine Delta 就等于Cosine Delta 对Cosine Delta 好 那我们把这个 两倍的E0平方 提出来 里头就是E加上Cosine Delta 我们把这个变成 它的背角 我们可以画成 就是Cosine平方 二分之Delta 是二分之一 E加Cosine Delta 所以它就等于什么 两倍的 Cosine平方 二分之Delta 因此它就变成 四倍的 一零平方 乘上Cosine 二分之Delta 二分之Delta OK 好 二分之Delta 是等于什么呢 它是等于 四倍的 一零平方 乘上Cosine平方 好 这个就变成 Pi over Lamina D Pi Ceta EP 它的 就P点的 电场 是等于这个 好 那我们写成 它的强度 P点的强度 是等于 I0 是等于 一零平方 等于四倍的 I0 四倍的I0 这个先不要这么写 可以这么写了 但是我们现在 以后就是把这个地方的强度 这个地方的强度 最中间的强度 看作是I0 这个地方就是 一 就正好是四倍的 一零 就说等于 等于这个 就是I0 就是I0 这个正好是什么 这个地方正好是什么呢 是这样子 两个 E1 E2 是这样子的 那这个就是 Ecentral Emaxima OK Emaxima 那Emaxima 是两倍的 一零 我们可以说 它是两倍的 一零 所以 I0 就等于 四倍的 一零平方 它就是 Emaxima 的平方 把这个当作I0 最正中间的 这个强度 乘上 Cosine Pi over lamina 乘上 D Sine Theta 最后的平方 这个是只要记起来 P点的强度 P点的强度 跟C它之间的关系 是这个关系 我们可以把这个图形 画出来 它的图形画出来 是这样子的 这是P点 不是P点 这是Beta 我们家庭 我们可以把这个 叫做Beta 我们另这个 叫做I0 Cosine平方Beta 那这个Beta 就是Pi Oper lamina 乘上D Sine Theta 你看这个是0的时候 Beta等于0的时候 Cosine 这个最强 什么时候Beta等于0 Theta是0度的时候 就是最中间那个地方 我画的不好 这个应该是 这个宽度跟这个一样宽 好 这个是0 这个地方正好是多少 在二分之π 这个地方正好是π 这个地方 二分之三π 就是Beta等于二分之π Beta等于二分之三π 这个是5π 当然这边就是负的了 0 这个是负二分之π 这是负π等等 等等 这是IP IP 所以 量文就是这里 量文 量文 是Beta等于 0π二π 就是等于什么 等于M 正负的Mπ 这边也可以 这边也可以 正负的Mπ 好 那么 那么 这个Beta又等于 π over lamina D sin θ 它又等于 正负Mπ 所以我们就有 ΔR 等于D sin θ π跟π约掉 正负M lamina 这就是我们前面导出来的 光层差是波长的 整倍数的话 是量文 量文 那么如果暗文的话呢 暗文的话 Beta要等于 正负二分之π 正负二分之三π 正负二分之五π 它要等于 正负二M 加一的二分之π 二分之π M还是从零开始 M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知道 Delta R 不是 我们先写这个 Beta就是 这个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得 Delta R 对于D sin θ π跟π约掉 它就是等于 正负二M 加一的二分之 波长 这是暗文 我们前面 所看到的那个 我们用这种 这种这个向量图 我们就可以把它 全部看出来 好